约伯记第23章 约伯回答说 直到今日 我还有苦情要申诉 我虽然叹息 他的手仍然沉重 但愿我知道 怎样能寻见神 能到他的台前来 好让我在他面前 惩善我的案件 满口辩论向他申诉 直到他要回答我的话 明白他对我说什么 他会以大能与我相争吗 必不会这样 他必关怀我 在他那里 正直人可以与他彼此辩论 这样我就必永远摆脱 那审判我的 可是 我往前走 他不在那里 我若往后退 我也不能见他 他在左边行事 我却见不到 他在右边隐藏 我却看不见 可是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 他试炼我以后 我必向金金出现 我的脚紧随他的脚步 我谨守他的道 并不偏离 他嘴唇的命令 我没有离弃 我珍藏他口中的言语在我的怀里 全能者使我惊慌 因为我在黑暗面前并没有被消灭 也不怕幽暗遮盖着我的脸